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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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呢 皇上如果真的接管大权 我这个国舅也就值钱 我若显贵了 你这小乖乖不就走红了吗 怎么了 我今天不太舒服 我今天不方便 行了 那我先走了 停车 如果由长安发兵 这么长距离的远征 恐怕又得兴师动众 日费万金 太皇太后恐难以同意 朕知其难才要想为之 这仗打与不打 倒在其次 那些大臣们最怕什么 他们惧怕的 就是朕能够行使兵权 此举对于陛下的确有非常意义 陛下一定得干 奇怪 为什么五安侯会看不出此举重要的意义呢 偏偏是他在极力反对 五安侯与魏其侯 原本就是一对仇人 一方赞成 另一方必然反对 如果仅仅这样 朕倒能够原谅他 朝廷之内 一趟浑水老汤 扯不清的 我看陛下 陛下此番行动 应该起用新人 朕以相忠的言助 也深感朝廷真正缺乏的 是这种直言感见之事 也越发觉得 朕的新政招贤 原本就是对的 陈以为 陛下的目标一定要单纯 不翻历史旧账 正在恢复陛下的权威 许昌 庄星敌他们 怕的就是这个 陛下这次无论如何 也要抓住这个机会 这几年 虎福虽然一直在太皇太后手中 但由于朝廷 已不设太位一职 真正掌兵的 其实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 谁 东宫的魏魏 程布什将军 太皇太后年事已高 而且有卧兵在床 所以都是通过 程布什将军 来控制整个汉军 那陛下在与 太皇太后谈之前 能否先与 程布什将军谈一次 老子兵道 静儿动 正儿齐 真正善于用兵的人 是在无形无际之中 不知不觉就把事办了 这才是运兵的最高境界 警戒 最后席 来吧 坐 慢点 有车呀 坐下 坐 东欧国的事 议得怎么样了 回奶奶 孙儿大胆 孙儿将廷义改成了朝义 程将军 您常年驻守边关 多次与匈奴作战 据说也是所向披靡 令敌人望风丧胆 可是老奴就是不明白 那日匈奴来史是何等傲慢无礼 竟敢拒绝向皇上行大礼 是不是在那些葫芦心目中 根本没咱大汉的位置 本将虽然与匈奴人 打过不少次仗 但是千人以上的大战并不多 有汉以来 我军还没有真正的重创过匈奴 所以匈奴的气眼 一直就很嚣张 朝义认为 东欧是我朝的蜀臣之国 东欧的安全 以我大汉有唇齿相依的联系 所以多数朝臣认为 朝廷应该出兵 援助东欧 你说的多数是谁 那少数又是些什么人呢 你说他汉军的装备训练也不能算不精良 那为什么就不能狠狠地重创一次匈奴呢 陈将军 太皇太后请您进去 卑将叩见陛下 太皇太后 陈将军 老身刚才在跟皇上谈援助东欧国的事 如果启动大批汉军南下打大仗 你们有这种准备吗 恐怕困难 所以呢 老身一向是不主张动刀枪的 我倒主张派个使节 去游说斡旋一下 劝劝他们两边都别打了 最多虚张一下声势 吓唬吓唬那些不听话的 还是要想 如何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呢 臣明白了 程将军 在 朕问你 你心里头到底有什么不战而能求安的妙策呢 陛下盛名 何须卑将妄语 太皇太后如此器重程将军 朕就不明白程将军为什么还要如此谦功谨让 太皇太后前半句是问悲将的 后半句则是讲给陛下您听的 其实悲将哪里有什么妙策 说实话 悲将在沙场上滚了一辈子 还从未碰到过不战而求胜的好事呢 告辞了 老母深算的长将军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儿子 陛下 谈得怎么样 老太太她当然不会同意用兵 太皇太后怎么说呢 老太太说 要不战而屈人之兵 可以派使节去各方斡选 不让大举用兵 但并没有说不让用兵 只要能派出使节 就可以调动汇集助兵 如果咱们的手里没有虎符 那即使派出使节 也无法调动汇集的助军 严柱来了吗 来了 已在外面等候多时 朕可以直接授予他结账 和朕的受招 他凭此可以调动 汇集的当地军队 这个主意不错 韩燕 陈赞 叫炎柱进来 诺 他来了 先不要谈虎符的事 想这样的书生 一旦向他交了底 真到了地方上 就怕他礼不直气不壮 反而让汇集的地方官员们生意 明白了 你觉得炎柱能生人吗 陛下 臣可随其一同 以赴使的身份前往 向其行事 好 太好了 再给你一百余林 这样朕就放心了 你带上朕的剑 朕受选你 相继便宜行事 这也许是朕这一生 做的最重要的决定 魏将军 臣曾听说调送军队必须有调兵的虎符 怎么皇上只授予了我们结账和守账呢 皇上可能想考验一下你这钟大夫的本事 对付那些地方官员 我们必须显示朝廷钦差大臣的权威 别忘了 你代表的是皇上 驾 驾 魏姬太守陈元良 欢迎朝廷使节 驻军司马汪城拜见二位大人 请 魏姬的天气到底是要比长安施华朝冷得多呀 那是那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雨啊 这位大人是 魏大人是皇帝与林军的建章监士 这些壮士都是护卫皇帝的与林猛士 剑儿 剑儿啊 南方之地到底是水华 你看这皮肤 多美啊 那是那是 吴王金沟月王剑 只有这里才生得出美女西施 来来来 大家请 来 请 司马 是否了解东欧国战局 东欧王现在何处 皇上也很关心 闽月国的军队现在打到哪里了 东欧军不敌闽月军队的攻势 已被冲得七零八落 其主力现已退居山谷丛林之中 只能做零星反抗 哦 东欧国内水稻纵横草木茂盛 尚遮日光地面幽暗 东欧国的散兵狙击使得闽月军队攻势受挫 也放慢了推进的速度 东欧国曾派人联络本将 要求支援 因未得到朝廷的指示 我们未敢煽动 那 汇集的驻军总共有多少人 都是些什么装备 本地驻军人数只有两万 比较擅长山地丛林作战 历史上 吴越步兵就以强悍耐战著名 如果去北方草原或山地作战 会不适应 但在南方丛林 对付这些蛮蚁小国的土丸 还是绰绰有余啊 哼 那太好了 看来皇上决定命你们出兵援助多欧国的决策 非常英明 哈哈 两位大人奉皇上的诏命 来我会计调动军队 地方自当奉诏效命 这是朝廷制度难为 所以 所以 汝征用本军军队必须要见到 朝廷的虎符啊 哈 虎符嘛 尚在皇上的手中 皇上说此战是一小战 不必动用虎符来调军 所以 我们带来了皇上的手诏 虎符要在对付匈奴大规模征兵时 再做使用 请看 上面玉笔写出了二位的姓名 太守陈元良 司马 汪诚 本将可能古把他家的 要本军调兵 本将必须见到虎符 怎么 司马是不相信我等 还是不相信皇上的圣诏 皇上派我们还带来了朝廷的结账 又命与您卫卿大人做副使陪统 你们还看不出皇上是如何重视此次行动的吗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说句老实话 咱这偏远地方还是头一次见到皇上的钦差呀 那你还犹豫什么 不过 臣下听说 皇上多年只是在上林院狩猎 很少过门大政 这突然敢来调兵 大胆 你个小小巨手竟敢妄议朝廷之事 虎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陈元良 汪诚 难道你们竟敢抗命皇上的手照吗 你们看 这是什么 面杰如面君 你们还不赶快跪下 陈元良 汪诚 既然你们承认了皇上的权威 那就老老实实地奉诏发兵援助东欧国 使节大人 这是两回事 我等正因为忠于皇上和朝廷 才要坚持朝廷的调兵制度 如果见不到武服 就是砍下卑将的脑袋 卑将也不能聪明 站住 在皇上的结账面前 你小小的郡司马竟敢公然抗命 那就对不起了 来人 在 郡司马汪诚抗制谋反 立即逮捕就地正法 给我拿下 卫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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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晖计 套海有些勇夫 敢与我羽林侍卫一世见术 上 一般 把那个大胆抗赵的郡司马 给我砍了 消除气数 陈探手 你看 你现在是选择从旨调军呢 还是也要抗命朝廷 微臣 愿意遵从皇上守照 立即派军听后 听后调遣 那好 让你们的傅司马 立刻通知全体驻军 即刻集合 我要亲自对士兵讲话 微臣明白 士兵们 皇上 亲召我 惠及驻军 要立刻开拔 援助东欧王国 抵御敏越军队的侵略 你们 要服从这二位 钦差大人的指挥 难敢卑令者 杀无射 我听说 惠及步军 一向以英勇善战 而闻名于天下 今日得见 果然君资不凡 我又听说 你们擅长山地丛林作战 皇上这次没有调拨 朝廷的汉军主力 为什么 因为皇上认为 你们正是我汉军 山地作战的逐利精锐 你们代表的是我汉军的威武 皇上真的知道我们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秦大虎 好 秦大虎 我们回去以后 会将你的大名奏报皇上 让皇上知道汇姬驻军里 有一个叫秦大虎的人 好 你们都不要笑 你们看见我身边的羽林了没有 这里的羽林 总共有一百计 我们的皇上 能叫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 以至每一匹战马的名号 皇上爱他的士兵 冯林 在 这位是原燕门太守 冯庆之子冯林 其父在与匈奴作战时 英勇牺牲 冯林 我是皇上亲手编入羽林的 大汉羽林有一大批猎士遗孤 大汉羽林优先征战死官兵的子弟 皇上带我们这些孤儿 就像父亲一样 我曾陪伴皇上一起打猎 皇上跟我们在同一口锅中喝汤 晚上在同一亭帐篷里睡觉 既然皇上如此信赖我们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 不去为皇上立下战功呢 武皇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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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叹军为我 他会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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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守 这里能征集到船只吗 本军有很多渔船随时可以征掉 好 那你就马上发布文告征掉民船 能征多少征多少 我军先不去东欧国 而是从海道直扑敏月 打他的老巢 高明 高明 好 魏将军的意思是直东大西 唯卫就诏 全部驻军人数有二百条船足以 不 我们得照着五百条船征集 要借此搭造声势 要造成是一支庞大的汉军队伍出征的声势 我就不信他敏月王敢不退兵 如果声势太大 传到朝廷是否会使皇上太被动 咱们这么折腾 即便是满天过海 也会惊动太皇太后的 关键在于取胜 只要胜了 就没人责备我们 已经十几天了 应该有消息了 最近朝中大臣 已听到一些风声 知道陛下此次派使节 不仅仅是为了斡旋 他们是在等看朕的笑话 但有一条 不管此次结果如何 只要是让朕管理外臣过事务 就不会隔岸观火 袖手旁观 陛下 程不时将军求见 宣程将军 卑将参见陛下 程将军 有什么事吗 陛下 惠奇俊传来消息 汉使未持虎符 便删掉地方军 诛杀俊司马 目前正大批征教民传 要渡海对敏越国 发动大规模作战 大胆地严重 真是的 朕是让他持节 举卧宣调解 他怎么可以 居然大度干戈呢 他怎么可以 程将军 陛下 有他们作战的消息吗 陛下 卑将受太皇太后 委托至军 如果容许无视朝廷 调兵制度 满天过海 私自发兵 对外作战 此力若开 朝纲崩坏 太皇太后 若是知道了 也会严加追究 什么 你是说 太皇太后 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太皇太后 近来身体一直欠安 卑将得到消息后 一直还没有 敢告诉老人家 对对对 程将军做得很对 太皇太后的身体 对朝廷来说 是最为至关重要的 要记住 一阵看来 像类似这样的坏消息 可以瞒一想 过两天再抱他老人家 陛下 卑职责任重大 只怕时间长了 朝中都会听说 那时难免会受太皇太后 身斥 卑将斗胆禁言 万望陛下能够摇制汉事 速战速决 不要把天捅漏了 如果那样 卑将就是割下脑袋来 也是顶不了的 卑职贯的备见告退 太好了 乱成贼索了 都给真争了面子 还有一位 来 拿 重来 快快快 哪儿的 在这儿 刚才程将军是不是有意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微臣也甚是奇怪 程将军历来从事谨慎 这次怎么有点 这说明朕的决策 合乎军心 陛下圣明 东欧捷报 捷报 东欧捷报 捷报 东欧捷报 陛下 东欧团来捷报 东欧团来捷报 被折腾了 立刻去东欧 东欧团来捷报 刘彻以兵不血刃的方式 取得了有生以来第一场军事胜利 在听说汉军将大举出动的消息后 敏玥解除了对东欧都城的围困 太皇太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原则 竟在刘彻唯命发兵的行动中得以实现 但是这一次太皇太后不仅平静地接受了刘彻的越轨行动 而且将朝廷的决策大权受回到刘彻手中 依次向天下表明他实际上是支持他心爱的这位孙儿的 依我看啊 国民太需要好消息了 皇上更需要 我们哪 太低估了皇上 到底是高皇帝的血脉 从娘台里出来 就擅长战略 是啊 我到现在还没缓过神来 到底是我等老了 还是皇上运气太好啊 臣早说过 这个皇上是大有为之主 不可等闲逝之 皇上驾到 建元四年 汉武帝刘彻命令全体朝廷官员 夹道迎接东欧国王邹瑶来到长安 刘彻批准了东欧王举国内签的请求 同年秋天 数十万东欧居民离开了他们东海之兵的故土 迁移到长江和淮河之间 从此融合进了华夏民族 当时的闽月国大致就在今日的福建 而当时的东欧国大致就在今日浙东的温岭和温州一带 好热闹啊 是的 太皇太后 外面很热闹 倩儿啊 我问你 你是怎么看待皇上的 奴婢不敢有什么看法 奴婢只知道皇上是太皇太后的嫡亲孙儿 是啊 皇上是我的亲孙儿 可是 我怎么就看不透他呢 奴婢有一句话一直想问你 您见过皇上小时候的模样吗 他饿了 去拿鸟食来 混得好啊 我还真的没有亲眼见过他 我眼瞎的那时候啊 皇上还没有出生呢 那您想听听奴婢为您说说皇上的模样吗 好啊 你就给我说说看 太皇太后 皇上 在您所有孙子当中 个头最高 肩膀最宽 眼睛最亮 他的鼻梁挺拔 笔直 奴婢见过高皇帝的画像 人说是龙准高鼻 奴婢觉得皇上和高皇帝 还真有些行神似同呢 太皇太后 您在听吗 我再听了 老神不就是凭着声音 在辨认着大千世界吗 如今老神的世界 就只有这声音的世界 美丑善恶 中见真恶 都透着这声音在听呢 这瞎子与常人相比呀 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不必去看别人的脸色 因而行事决断 就更少犹豫 你记住了 都说呀 白文不如一见 这老身恰恰与天下人相反 只听不看 哎呀 其实 不看 才能看得更真呢 来人哪 去把程布什将军给我请来 北将参见太皇太后 将军总在身边 可老身却从未与将军做过身谈 现在觉得 该和将军好好谈谈 老身不懂军务 却总将护福搁置在身边 护福之力不再使用 而在于如何不佳使用 却仍能确保国泰民安 老身之所以把护福搁置在身边 老身之所以把护福搁在身边 就是怕别人把他轻率地使用 现在人家没有护福 照样可以调动军队 虽然不占尔德安 但人为老身所担心 朝廷用兵必要坚持制度 而这个制度老身已无心力在管 与其让制度坏气 还不如交给别人去实行 程将军 你认为当今朝廷又有谁最适合掌持护福呢 我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 要么不说 要说就说实话 你说吧 北辰入宫前一直在边关与匈奴作战 因此甚至边关将士的心声 他们渴望朝廷有一位真正能够懂得 军队热爱军队的统帅啊 你说任何的话我都能接受 北辰先后侍奉过两位先帝 从文帝到景帝 灿然文质国力大增 然而匈奴之患 六十余年来从未消除 因而北辰们都盼望着能再有一位 奋发有为 一血耻辱的最高统帅啊 你就直说吧 他是谁 卑职认为 他就是当今的皇上 陛下 娘娘在卧室呢 子夫 陛下 起来吧 先告诉你个好消息 朕以人名魏清卫太中大夫 统领七门全军 臣妾替弟弟谢过陛下 不必 朕呢 还想让他担当更大的责任 这仅仅是个开头 哦 对了 皇后今天来过 让臣妾着实忙乱了一阵子 他来干什么 又说了些难听的话吧 皇后还是头一次来臣妾着闲坐 哦 对了 还送了一篮子新下来的水蜜桃呢 扔掉 这准是姑妈让她来的 朕最见不得 就是这剑锋石舵的 陛下 究竟发生什么了 皇后娘娘 忽然对臣妾 喜笑颜开的 臣妾反倒没有主张了 没什么 太皇太后把虎符 交给朕管了 就在朕手里 别说你了 就是朕着心里头 也忽然空荡荡的 你说怪不怪 人家捂着你 约束着你 你反倒憋着一口气 反倒斗着昂扬 现在忽然这门打开了 你倒不知今后往哪儿飞了 二君 主人 你们先出去吧 你还记得我吗 我在街市上 看见你骑着高头大马 接受民众的欢呼 我那时就想 他还记不记得我呢 主人 这么晚了 您 你说呢 我昔日的两个奴婢 一个躺在皇上的怀里 一个却立在这儿装傻 他心里 好像只看见他 无可限量的前程 只见到他有一天 将去号令统领千军万马 只见到那铁血胶绷 无情厮杀的 广袤战产 你忘记你是谁了 忘记你从哪儿来 要到哪儿去 你难道就不从心里想一想 这一切 是怎么发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